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强壮的体魄 不过在退伍之后缺乏运动 甚至每天坐在办公室里 身材可能都变了型了 不过现在房间就出现一种非常夯的猛男保证班 顾名思义就是要快速地帮助男性锻炼出宽厚的肩膀 还有健美的肌肉 就像是猛男一般 猛男班的成员从20岁到40 50岁 统统都有 甚至还有女生来报名 在接受严格的训练之后 果真每个人的体魄 就像是海军陆战队的蛙人弟兄一样 非常的挺拔 而且是健美结实 也让男性重新找回了自信 其实爱美不只是女生的天性 男性也越来越注重自己的外形跟体态 看准了这样的商机 还有脑筋动得快的年轻人 他们就开设了型男改造班 要从穿着造型甚至教女朋友的技巧 帮助宅男走出来 真正变成型男 黑手黑手黑手 黑手黑手黑手 圍成了一圈含起口号既熊壮又威武 这可是猛男班上课展开魔鬼训练前 一定要的啦 想成为体格健美 让女生爱慕 男生羡慕的某男吗 就怕自己没恒心又没毅力 干脆看大家一起来接受操练吧 要练出漂亮的六块腹肌 先来个三十下 特身仰卧起坐 别偷懒 还有卧力棒 两个两个互相打气 也彼此较亮呢 所有的学员满身大汗 好不容易雕塑出来的胸肌腹肌 还有二头肌三头肌 这时候当然要大方地 在镜头前秀出来咯 一整排看过去 个个都有猛男的架势呢 而站在前头磨练学员 他就是猛男班的健身教练 詹玉章 曾经是前进博手 魔鬼教头看起来很严格 却也是超级可爱的 猛不猛啊 猛 自然就构成莫名安全感 体格魁梧 看起来就像是健美先生 很难想象吧 原来教练詹玉章 以前曾经胖到肚子都凸了出来呢 就是想和教练一样 甩掉肚子上的一圈肥油 拥有厚实的胸膀和肩膀 猛男保证班的成员 有业余的model 有上班族 有四五十岁的熟男 还有人啊 是每周花大钱 专程搭高铁到台北上课呢 人家说四十岁的男朋友出一区厨 他不会出一区厨 他的体能跟他的外表是合二唯一的 这主要是有俊俏的外表 一开始我胸不是贫 是凹的 他这里真的是往内凹 飞机场第三行下 对 然后之后就是 其实我练到第八天的时候 胸尾是91 然后第八天就98了 对 第八天而已 爆发力就是瞬间 瞬间他出去的力量 好 毕童的上 合资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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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改变最多是肩膀 他肩膀又比较斜 肩膀比较窄 他整个都比较有展出喔 对 他的那个斜帮肌 然后整个那个三角肌又展出 对 他变比较有自信 年轻 他之前背好像是排骨 现在背都有背肌 背肌 秀一下 喔 喔 结果你结婚了吗 我有小孩了 他有小孩了 大家可以想想看有小孩的爸爸 通常肚子都是什么样子的 竟然可以变成这种胸部 真的还假的 硬吗 可以打一下吗 可以 喔 好硬啊 像我就比较强调这个 侧布机的感觉 然后 我会觉得这里就是 还蛮喜欢的对 那这支冰 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什么 呃 就是大家一起努力 然后有同样的目标 对 都变成猛难 看得出来吧 这些男生 靠着彼此互相打气 互相激励 练就出了健美的身材 也各个都找回了年轻和自信呢 比比看 几个月前 他们有的身材瘦弱 有的全身是坠肉 现在每个体格都像是海军陆战队的蛙人弟兄 非常的帅气健美 就在我们采访的时候 看看旁边 教室门口 就吸引了一大群女生拍手为官呢 甚至连大楼警卫都来参观了 诶 在人群当中发现了吗 猛男班原来也有女学员喔 欸 猛男给他的女生加油一下 因为他比较害羞了 我们特写他的侧面的屁股 哇 翘腿 然后还有女生在后面的这个屁股 要凹下去 怎么会翘起来 小而翘而冷 整个腿型会变轻 他人会修缩 这样子你身高不高 这样子不重要 比例才最重要 靠着毅力 接受两个月的密集训练 最后雕塑出猛男班的肌肉 和阳刚线条 这年头 只要有决心 艾美可不再是女